日语词会越来越多 是不是一个文化入侵 到了今天 为什么后来我们会分道扬镳呢 中文关系可以说跌入了一个冰点 义里这个词呢 确实在日本的大众语言当中 还是长期存在的 而且一直在使用 比如其实我们可能熟知的 比如我们讲说这个 公公婆婆岳父岳母 叫义里的父母 然后呢 可能对于这个年轻的观众来说 更熟悉的是 经常出现在这个动画里面 叫义里巧克力 让人特别讨厌一东西 说这个情人节的时候 看到喜欢的女孩给你送巧克力 特别高兴啊 结果对方跟你讲这个是义里巧克力 说跟我没关系 这不是我的本命巧克力 本命巧克力送给别人的 送隔壁那帅哥的 你这个你不行啊 你不行啊 这是义里巧克力 那么 所以这个女士就会讲说 这个义里到底是一个 在放在日本的这个 这个普通人或大众的意识形态当中呢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那一般来说 当我们中文谈这个义里的时候 我们研究者谈义里的时候 其实一般都会去 我们会用的一个概念 会用的一种解释 其实是这个写作 这个本利迪克特 在他的《举语刀》里面的 这么一个这个解释 我们都知道 当年这个美军 这个登陆日本 美军登陆日本之后 其实遇到的一个 很困扰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 特别困扰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扁然美军都做好了 这个日本人坚决抵抗的准备 那英文也在这个 在这个外岛 在这个其他战场上 日本人抵抗的 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 结果看到日本人 家道欢迎 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家 非常的这个公顺 美国人懵了 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 那所以当年这个 本利迪克特的工作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解释这个问题 当时美国还为了更好的 改造日本 管理日本 是吧 占领日本 他需要做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大概在这么一个 思想的这个指导之下 就本利迪克特 他就阐释了说 他说这个日本 有一种很特殊的意识形态 叫意理于人情 他说什么叫意理呢 他说这个意理呢 其实是两个东西 一方面呢 就是说要报答别人的恩情 这个叫这个意理 他跟你的这个想法没关系 就是别人对你有恩 你就必须要报答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 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 他觉得这个玩意就是这个 这个意理 不过说句老实话 其实难道这个 美国人就不报答别人的恩情 美国人就不担心 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种的定义 可能我觉得它是有一点问题的 那我们中国 其实更多如果说 也有这种矛盾和纠结的话 那中国人原来都讲这个 忠孝不能两全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非常的这个纠结 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说 它与这个意理 与人情之间是不一样的 中国忠孝不能两全的孝 是私人的感情 而忠是一个所谓的 对公共的 对国家的 这么一个更大的范畴的 那这么一个这个感情 你要从里面去舍弃其中一个 但是意理和人情 人情是对自己 对家人的 这样一些私人的感情 但是其实意理本身 也是对私人的一种感情 是对你的这个主人的 对你这种 对你有恩的人的这种感情 它是个人对个人 而显然这与忠孝 就不太一样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日本现代的这个明治维新 它的现代的这个改革 这个维新 它其实是不彻底的 它只有政治上的革命 但是没有社会上的 没有社会上的革命 那么于是 这个意理的生命 它其实也会随之这个延续 那么可能一个很典型的 让我们联想到的 其实就是关于 日本的战争责任 日本当然有非常伟大的 伟学者叫做完山真男 他认为 日本在这个近代化的工程当中 因为近代化太快了 而且都完全是一个 少部分的精英主导的 这么一个近代化的这个体系 它所以就导致了 这个在这个近代社会当中 他认为很多日本人 并没有树立一个主体意识 并没有树立一个近代 所需要的这么一个主体的 这么一个意识 德国那种法西斯那个玩意 法西斯的邪恶在于 这帮人有明确的邪恶的意志 说法西斯干那事 就是我想干什么事 所以我才这么干 但是他就认为说 日本人发动这个战争 就这么严重的一个 这么邪恶的一个事情 但是其实 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干嘛 他们其实都是一种 随波助力 最后李温说 每个人的责任是什么 每个人责任是说 我都是忠于天皇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无责任的体系 然后同时也会变成一个 推卸责任的 推卸责任的体系 万事真来认为 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糟糕的一个事情 包括其实我们今天 可以看到很多的 比如说日本的这些企业 出了什么事 然后大家都出来 集体谢罪 全给李这个鞠躬 然后最后说 核心责任是谁呢 找不到人 没有核心的 没有核心的这么一个责任 那这里面我们其实 是不是也会看到 这种传统的 封建时代的毅力的 那样一个影响的 因为封建等级制的影响 接受毅力的人 他并没有很认真的思考 是为什么我要接受 这个毅力 他仅仅觉得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情 所以我是必须去接受的 那日本人其实对 这个东西的批判 其实也是很严重的 其实我们今天 现代社会 因为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 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有时候 别人看待我们自己的方式 其实也会后来转化成 我们自己看待自己的 这么一个方式 所以日本人有时候 他也会吸收西方人的看法 然后来批判自己 说你看我们日本人 我们有这个毅力和人情 两个不一样 两个他不能够兼容 但是又独立存在 然后有的日本人也说 你看我们日本人 就表里不一 那我们有这个 有一个叫建前 说我们叫建前 就是我们认为 在社会规则面前 我们应该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这个叫建前 但是呢实际我的类型什么 我类型有我的本音 有我的home 我的本音 它跟我的建前 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是女孩子 我送巧克力 我理所当然 就像我们中国女生 那肯定是只送 自己喜欢的人巧克力 如果一定要送的话 但是呢 放到这个日本 我就是不喜欢的人 那我可以送他 一里巧克力 或者全班男同学 我都送一里巧克力 我有那个喜欢的 我送一个人情巧克力 就是说它两个东西 是可以并存的 我一里也要送 人情也要送 那么放到这个日本来说 所以我们也很难 把这个东西叫做 表里不一 因为他觉得 这两个东西 都是真实的 就是我面对社会的时候 我要选择这个真实 那我面对好像 另外一种感情的时候 我要选择另外一种真实 他觉得这两个东西 都存在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存在说 如果说这个社会 运转很良好 那这个东西 意理和人情 就是可以并存的 但是呢 确实会遇到一些状况 就比如说 需要你做出选择 需要你做出这么一个 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的意理人情 可能就会发生冲突 那可能就会带出来一些 其实我们很难预测的 非常难预测的一个结果 我们其实后面 又会联想到一个 跟今天日本政治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 这个日本的舆论也好 它的政治也好 它有一些保守化的倾向 或者说这个 日本的一些 右翼史观也好 或者是右翼的思想也好 是不是他要复活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诶 是右翼思想 我们说右翼政策家 看上去都是一些 老头的东西 包括日本人觉得 这些老头想的事情 说为什么一些战后 明明他们受的是 战后的和平主义教育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 有时候还会跟着 那个右翼跑呢 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从 见钱本因 乃至这个 意理人情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提供 一个解释 大如说不是全部的解释 或者说不是决定性的解释 但是可以提供 一个思考的角度 我记得是05年 06年左右 小一纯一郎 是多次参拜 进国神社 当然我们讲 这些媒体 还有其他的一些 政治家也好 社会精英也好 的批判 说你不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不该做的 做了之后 会伤害到 亚洲的这么一个关系 影响到区域的 这么一个和平 对日本的国际形象 也是有损的 小泉就会弄得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之后呢 最后小泉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这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 心灵的问题 心の問題 我们说 你反对 参拜进国神社 我们反对去美化战争的 这个历史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 至上的道理 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 毅力人情的 那这么一个体系之下 那么我觉得 我不喜欢这个毅力 它也是可以的 是吧 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 那于是有一个政治家跳出来说 我们要尊崇自己的内心 那于是他就对这些年轻人 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也许这个年轻人 他不同意美化这个 比如说过去的历史 那或者说 他其实 他也不关心亚洲关系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小泉说 我不想听你们那些理 我只是要尊重自己的这个内心 那年轻人一听 哎呦好的很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感觉说到了 我的这个心坎上了 说我们这个日本人 就是太多的受到这些道理的这么一个束缚 不过这个背后 其实确实有一个东西 就是确实在战后 战后 就是日本对于这个历史问题的讨论也好 还是反省也好 都不是很充分的 就是国内的这个舆论上 没有把这个说透 他只是就是教导国民说 OK 你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理 作为一种毅力 作为一种道理 你把它接受 你接受就行 然后其实国民在公共生活当中 也接受了这个也大家也不会说一些理经叛道的 的话 但是问题在于是这个理没有头 于是遇到小泉这种政治家一出来 那么年轻人立刻 年轻人他就立刻去 这个所谓的 哎我要去尊重我的内心 我就是要跟你们这些说理的大人 我就是要跟你干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代这个年轻人的 我们讲一些保守主义情绪 其实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解释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